这个呢,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像这样的图形 你会发现呢 它的这一个边,这一个 这个角落跟四个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通常只会画一个 然后做什么呢 做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 项目四个,360度 就好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涂法链钢慢慢画 如果你涂法链钢慢慢画 我看你真的要画很久 为什么?你会发现 它在你可以先 如果涂法链钢的话 你可以先画一个矩形 对不对 然后呢,再慢慢的 把这相关的尺寸 如果说你涂法链钢也可以啊 比如你 82升82的一个矩形 画出来之后有没有 然后你再画什么? 画对角线偏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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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你如果画对角线 然后这边也画一个对角线 然后再怎么样呢 左右偏移多少 1111 然后再左右偏移多少 因为有5嘛 所以11加 11加5的话 就16 所以偏移偏移 然后这边也偏移偏移 对不对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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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些修剪一大堆 所以这个方法是做得出来 只是说 会比较没有效率 而且比较会混乱 你光做这个动作会花比较多时间 所以比较建议怎么样? 第二种方式 可以先画一个角落 然后再做环形正列 这种方式会比较有效率一些些 也就是说你画图的时候 如果可以做这个正列处理的话 那你就尽量做正列处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但做法当然我说明一下 我们可以画四分之一个就好了 那我们画的方式可以从这边 画一条线 这长度多少呢? 这个一半 41 对不对 然后再来折过来 再折过来 画个三角形 那这个过来多少 这也是算 41 41 折过来 这是一个三角形 那再来的话 利用这条线 偏移过去 11 偏移过去 11 再偏移过去 16 偏移过来 16 然后呢 把这边再把这个角封起来 封起来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有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形状做出来 就做环形正列 这个外面的部分就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 里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八边形 那八边形的话 我要知道 它的 中心点 所以你就给 两点之间的中心点 之后的话 然后 你可以用什么 应该是 内接的方式 然后再把里面的这个给做出来 这个图形 就画完毕 所以这里头我想 各位也可以先试一下 这一题该怎么做 先把 这一个 比如说 一个角落 左下角部分 画出来 那左下角的画法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先画一个垂直线 向下 这地方 41 然后向 左下角 也是41 然后再回到我们原点 OK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它做偏 那实际上 先画一条线之后呢 另外一边可以用近色方式做出来 所以你可以用 偏移 偏移 11 Enter 把这条线往这个方向 OK 再来的话呢 再偏移 再偏移一次 偏移的话呢 它的 距离16 因为再加一个5 所以把这条线呢 或者你这条线偏移5 也可以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把不要的线段修剪 空白键 然后把这些修剪掉 这些修剪掉 然后这边也 这边也不要 那这边 这边也不要 再来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垂直 所以呢你如果要画出垂直你可以 线段 点这个端点 然后这一点应该是什么点呢 Ctrl加右键 特别注意哦 它叫什么呢 不锤 因为它一定是垂直的90度嘛 所以你找到不锤点 Ctrl加右键是 强制让它出现锁点 强制锁点就是只有不锤点会出来 所以你点下去 这个地方呢 空白键这个地方一定会是90度的 如果你确定的话 你可以把它标注一下 然后标注一下它的什么角度一下 比如从这一点 跟 这条线跟这条线 它的角度多少 有没有90度 如果是90度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 OK 那可是另外一边也要 做 一样的东西 所以可以用什么 用镜色 镜色的话 点下去 物件的话 就是把这些选举起来 包含这条线 这边 然后按扣埋键 把这边 然后拉一条对角 直接到这个端点到这个端点 好 空白键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做出了一个 就是等于是左下角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让它怎么 环形正叠 因为呢 环形正叠 选物件的话 除了那条线之外 因为这条线 不过 这个地方不用 应该 好像还多一条 这条线应该不用 将来这个地方本应有 所以这个 这条线可以把它删掉 留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一次 环形正叠 然后把这边的部分 选取起来 按空白键 然后中心点的话 就这个 OK 然后总共四个 360 OK Enter一下 最后的话呢 把这条线可以把它删除掉 这条线不用 那最后呢 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 等一下 我们看这个 这个会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要把这个地方 再把它做一个分解 分解 否则它有 有些线段 它等于是 变成一个 图块了 你要做后续处理 就会有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里面要放个什么 多边形 这边有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 这一个 多 八边形 而且八边形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说要把 这个地方 刚好放这里的话 你特别注意 他会问你说你到底要内接 还是外接 外接 有没有 实际上各位可以发现 如果是内接的话 等一下 我们直接来做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 这个多边形 然后数量 总数了八个 那特别注意呢 首先中心点在哪里 中心点就在 这一点往下 这一点往右 有没有 双追点 这样就可以追到 这个最简单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那特别注意 内接还是外切 特别注意 一定是外切 如果你内接的话 你绝对做不出来 那我们用那个 外切 与远 点一下 特别是往上 碰到 点一下 OK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那如果说你是用内接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个顶点的 会是在这个点上面 会是不一样的状态 所以这一点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其他标注的话呢 我想你就利用 不一样的图层 做标注好了 比如说那个 红色的线 或者其他线的颜色 画面画面 各位试试看